今日的ET国股推介是同情旅行780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组简选原因是 内地放松防疫限制和憧憬互联网行业监管舒缓 中港股市延续反弹 恒指创至4月8日以来高位 内地疫情和防控措施舒缓 端午节假期旅游市场情意复苏 股份关注同情旅行 借助大股东腾讯和微信在下沉市场的绝对优势 下沉市场成为同情在疫情期间的重要支撑 截至3月底居住在中国非一线城市的注册用户 大约占同情注册总数的8成7 其内同情在微信平台上大约6成的申付费用户 来自三线或以下的低线城市 令同情在下沉市场的业绩具有印象 公司首季酒店间夜亮 即入住房间数乘以入住天数增加5% 其中下沉市场的数增加超过一成 绝对量超越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 带动整体住宿预定收入增加1成8 走势方面同情近日突破横行阻力 并且挑战中期下降轨 策略上有货者继续可以持有 可以以主要大行给予它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17元为目标 未有持货的话 可以等到14元附近买入 短期催化剂是内地多个省份恢复跨省旅游 和暑假有助旅行需求恢复等 回吐适宜守住13.1 即使是真相冻一日点 感谢观看